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每逢国庆节 澳门居民最期待的就是观赏国庆牌楼 国庆牌楼的诞生 应该是可以这样说 就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1949年诞生的时候 消息传来 澳门同胞都很着弱 因为大家都觉得 新中国代表中国是一个新的国家 成立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些行动的庆祝 他们亦采用了一个搭牌楼的形式 去表示一种庆祝的心情 当时我的父亲 是他和澳门当时的美术工作者 共同去将牌楼设计的任务 担当上来 过去本澳资讯不发达 国庆牌楼成为宣传祖国建设的重要平台 初时的牌楼比较简陋 全澳各区共有十多座 后来经过国庆筹委会决定 每年重点展示五座牌楼 其中一座不变的 是按照比例建造的天安门牌楼 耸留在以示庭前地 宏伟壮观 另外四座 则展示当年的国家建设成就 新安江水电站 卫星上天 第26届世界买买球錦标赛 勇奪七项世界冠军等等 都曾经是牌楼的重要内容 每年的国庆牌楼都吸引澳门居民观看 尤其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去到北京 天安门牌楼成为当时居民的打卡热点 当时建造牌楼涉及多个行业 有美术、搭棚、造木、油漆、电器等不同工种 美术方面 在一班前辈美术工作者的带领下 电影院的美工、学校的美术老师 甚至学生都一同参与 在国庆的前一个半月聚集一起各尽所能 比较值得一提的一个 在1965年 我们其中有一座牌楼叫 25000吨水压机 成功研制了 在搭建完全已经组装好之后 国庆节还有两天 但是你知道这个时间 澳门经常打台风 就很不幸被台风整个吹塌了 但是大家的决心都好一致 没有条件都要创造条件上 我们一定要将牌楼重建 在国庆前夕一个也不能少 大家下了自己的决心 在国庆努力下 经过通宵赶工 牌楼赶及在国庆前夕重新聪立 其实搭牌楼当时有三重意义 第一是彰显澳门同胞 热爱祖国的心情 因为新中国成立 我们要庆祝的表示方式 第二最主要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 第三个就是我们通过牌楼这个绘画里面 培养成就了一批美术工友者 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牌楼结束了历史使命 二十多年间培养了一代美术界的中楼底柱 时至今日 大家仍可透过五座牌楼的模型 重温昔日的历史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 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 这次绘画来 只有一点 优独播剧场 但是 之前 这次呢 这次 绘画面